几个小孩正在台上表演 突然一名男子走上舞台 抱起一个小孩转身就要离开舞台 手带一旁的老师马上上前阻止 他才离开舞台 但没过多久 男子再度出现 已经有警觉的老师赶紧叫保安 眼看不妙男子立刻离开 老师担心小朋友出事 临时把表演到一半的节目全部取消 整个舞台的设计相对而言是比较开放式的 而在这舞台四周也是 你看可以看到停满了很多的车辆 而且人流量也是非常的密集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作为一个成年人想要快速的逃离现场的话 是相对而言是非常简单的 幸好小朋友急紧及时呼救 老师也很警惕 舞蹈班的负责人说 表演时下着毛毛雨 这名男子则怪他们不该让孩子 在雨中表演就去抱小孩 老师已经报警处理 记者代理综合报道 照顶高 葫芬